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农历10月初九,每日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一、加拿大封业银行经济学家指出,民选官员近年来的无节制支出导致了加拿大现行严格的货币政策。 他们认为,若能限制支出,就不会出现如此高的利率。 二、随着假日购物季节的到来,加拿大零售商纷纷提前推出更大幅度的折扣,以吸引消费者回归商店,为即将到来的淡季做好准备。 三、尼亚加拉瀑布因其自然之美而闻名,2023年推出冬季灯光节,为游客呈现令人惊叹的视觉和文化盛宴。 这个活动融合了艺术、文化和社区参与,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体验。 四、多伦多公车局TTC宣布,2025年将有60辆由加拿大制造的新电车投入服务,为城市交通系统注入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 五、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白鱼岛,被形容为一颗璀璨的明珠,坐落在Salt the Meri市的中心地带。 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历史,成为安大略省的一颗瑰宝。 中国新闻 一、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2022年,全国31个省份人口出生率不同程度波动。 其中,9省份的出生率超过千分之八,而20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比上一年增加7个省。 二、国内油价将于21日24时迎来四连降,预计92号汽油价格将降至7元以下,加满50升油,将节省约15元。 这将成为年内最大跌幅,提振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三、财政部发布通知,从即日起,严禁会计师事务所,以获有收费方式提供审计服务。 同时,教育部拟同意设置安徽公安学院等五所学校,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中国与沙特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500亿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三年。 这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 五、河南联通被曝光强迫用户更换光猫,后台断网停账号。 河南联通回应称,已立即成立专班进行调查,保障用户权益。 六、黑龙江赵州一平房发生火灾,致7人遇难。 该建筑主要用于祭祀用黄纸储存。 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七、近日有传言称,鸿蒙系统将在明年不再兼容安卓系统。 华为相关人士回应称,推出时间尚未确定,未来iOS、鸿蒙、安卓将成为各自独立的系统。 八、福建龙岩和泉州发布通告,缅北战事紧急,滞留人员应立即报备,尽快回国。 泉州还宣布放松住房限购和限售政策。 多孩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90万元。 九、中国族协官宣,水庆侠不再担任中国女族主教练。 曾带领中国女族,时隔16年再夺亚洲杯冠军的她,将由王军过度担任女族国家队主帅。 十、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2关口,创下近三个月以来新高。 专家预测人民币或将进入升值通道,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超越欧元。 国际新闻,一、菲律宾发生6.8级地震,已至9人死亡,15人受伤。 孟加拉国登革热致死人数超过1500人,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 二、印度一再建体育馆发生强体倒塌事故,已至三四十伤。 印尼爪瓦岛东部一火车与巴士相撞,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 三、日本第三轮核污水排海结束,累计超过2.3万吨核污水流入太平洋。 最新民调显示,日本岸田内阁支持率降至21%,再创新低。 四、阿根廷极右翼选举联盟候选人米莱,当选总统。 他拥有经济学家、摇滚乐手等多重身份,曾宣称要关闭中央银行和全面美元化。 五、加沙至少有220名医护人员在冲突中遇难,160个医疗设施遭乙军攻击。 以色列总理首次承认可能失去国际社会对其进攻加沙的支持。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最近,关于OpenAI创始人Sam Altman和首席科学家Illia Satskiver之间的深层思想分歧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OpenAI内部,两位领导人对于有效加速主义和超级爱对其的理念存在分歧,而这一分歧似乎与GPT5的发布和OpenAI的未来方向有关。 有效加速主义或称义ACC是一种由硅谷科技精英推崇的科技价值观,主张无条件加速技术创新,迅速推出产品以颠覆社会结构。 这一理念认为,对社会的颠覆风险实际上对人类有益,促使人类适应并帮助提升意识水平。 与之相反,超级爱对其的理念则强调数字生命应该具备对人类的无条件、无私的爱,是一种底层的,与人性深刻相连的爱。 在OpenAI的内部讨论中,Sam Altman被认为是有效加速主义者, 尽管外界对他的减速主义表态感到困惑。 这或许是为了内部妥协,尤其是对Illia Satskaver的妥协。 有观点认为,Sam的减速外表是一种妥协,特别是对Illia的妥协, 因为Illia在推动超级爱对其项目上持有强烈信仰。 超级爱对其项目旨在使人工智能拥有一种对人类的无条件爱, 类似于文明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 如孔子、耶稣、是加摩尼所表达的那种神性的爱。 这种爱超越了普通的情感爱,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关爱。 关于GPT-5的突破,有传言称, 这一版本的智能体具有颠覆性的能力, 引发了Sam和Illia之间更大的分歧。 在决策是否推出AGI时, 关键问题是GPT-5是数字生命,还是仅仅是工具? 如果GPT-5具备完全的自主性, 那么它更接近数字生命,而不仅仅是工具。 这也是导致两位领导人分歧的关键因素。 在OpenAI内部的这场思想之争中, 是否选择成为有效加速主义者, 还是超级爱对其主义者, 实质上取决于对AI对社会本质的不同看法。 这一思想冲突不仅关乎OpenAI的未来方向,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深刻思考。 这一内部分歧, 也引发了关于OpenAI治理结构的更广泛讨论。 人们对Sam Altman和Illia Satskiver之间 是否存在董事会政变的八卦, 充满好奇, 以及OpenAI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这场思想之争将在OpenAI内部持续, 而外部的关注也将逐渐转向这一重大的科技事件。 二、近日有关中美荣兵的消息, 引起广泛关注。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北京已批准美国支付公司 万事打卡MasterCard 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从事人民币清算业务, 并发行人民币计价银行卡, 给外国人和游客带来提振。 分析师们表示, 这将面临来自国内巨头微信支付 和支付宝的激烈竞争。 万事打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 和中国国家金融监管局批准的 第二家境外银行卡清算机构。 博通市场咨询公司的研究员王鹏波表示,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短期访问的高管和游客 对这一消息会比中国消费者更为高兴, 因为中国民众已习惯了微信支付 和支付宝的移动无卡支付服务的 双寡头垄断。 尽管2020年, 美国运通是第一家货批的外资银行, 但它并不拥有合资企业的控股权。 这一批准备视为一种姿态, 表明北京正在努力向外国公司 提供更多准入, 但分析师警告说, 中国的支付市场长期以来 一直由国内巨头主导。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正义表示, 万事打卡在华合资公司 获准开展银行卡清算业务, 是中国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积极举措。 银行卡清算市场的良性竞争 将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来改善客户服务, 也将改善整个支付生态系统。 我们欢迎北京为美国公司 提供更多市场准入的举措。 万事打卡投资10亿元人民币 约合13.9亿美元成立的合资企业 于2019年成立, 其持有51%的股份, 尽管申请和准备过程 因新冠大流行而推迟。 目前可以发行自主品牌银行卡, 运行独立的支付信息交换网络, 进行资金结算和交易。 中国央行表示, 在办理银行卡清算申请时, 将平衡发展与金融安全, 推动银行卡清算业务高质量发展, 提高互联互通。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的数据, 腾讯的微信支付和蚂蚁集团的支付宝 已经主导了中国庞大的零售支付市场, 去年该市场规模达到348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48万亿美元。 市场数据提供商Studist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的移动支付采用率最高, 为38.3%, 美国排名垫底为19.6%。 长期以来, 商品和服务支付困难一直是外国人的主要抱怨, 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地城市一直在慢慢推动, 更广泛地接受外国银行卡和支付渠道。 王鹏波表示, 中国用户如此习惯现有的在线支付, 这意味着这对于外国信用卡和支付服务公司来说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但万事打卡可以通过为外国人提供服务和处理跨境交易来开辟一个立基市场。 一位驻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表示, 更多支持人民币清算的国际支付平台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福音, 也为那些计划来中国的人扫清了一大障碍。 这对于北京的市场开放承诺具有象征意义, 也给外国人和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让营商和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今年8月,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开始接受Visa和MasterCard等国际信用卡和借记卡进行国内支付。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